动物明星猫熊银亚现在142天大了 体重接近10公斤 昨天天气好阳光普照 户外运动时 活动力强的银亚喜欢追着保育员跑 也喜欢啃咬竹子 其中最爱小摇篮了 最近还学会了看镜头 保育员特别找来各种大小的球 让银亚玩耍 要让体重破表的小胖妞银亚 加强体能锻炼 用尽力气咬咬竹子 咬不动只好改用纹的过过干饮 但是银亚仍然不死心 对着未来的主食超级有兴趣 努力掰开两只细竹子 训练有素的两个后脚站得起来 银亚想跳上去 看起来要来个踩高桥 银亚喜欢跟着眼前晃动的目标爬爬噪 终极目标就是工作人员 简直是银亚的移动城堡 保育员们特别找来形状颜色和大小不同的球 有的挂在树上 有的放在地上 让银亚探索玩耍 要让它感官更协调 帮助脑力发展 银亚看到另一个目标 冲了过去 看到摇篮直接钻了进去 坐在摇篮中休息的银亚 咦 这是什么 摇啊摇 动啊动 银亚想起身但被摇篮困住 哎呦还一头撞上去 可爱模样惹人喜爱 傲奇活泼的银亚 也喜欢在漆架上玩耍 下时间银亚似乎发现什么咯 原来是对摄影机有兴趣啊 看来银亚可知道自己是动物明星哦 闻一闻撞一撞 毛毛的胖胖脸还真是超级可爱 新唐人的电视 宁宇翔整理报道 大家会留意我按照 现在一个小时银亚材 我们可以缴约的电视